日系车的品质一直都比较不错 但是有的车型销量却并不让人满意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日系车 这车群细标配12气囊 配8AT开10年都不怕坏 但国人就不买单 今天要介绍的是雷克萨斯的IS 这款车是雷克萨斯旗下销量最惨淡的一款车型 它的定位和ES比较相似 属于运动化的豪车车型 这款车起步价为30.4万 相比奥迪和宝马价格还是比较美丽的 先来看看这款车的外观 这款车前面没有使用家族设计风格 不过仿锤式格杉看起来还是比较有更湿度的 侧面的车灯造型犀利 让前面的视觉效果比较不错 车身侧面的线条比较努力 但侧面和宝马四系等车型比起来 有些紧凑小气 这款车的尺寸为4680x1810x1430毫米 而轴距为2800毫米 尺寸还是可以的 就是侧面的视觉效果的确有些不尽容人意了 再来看看尾部的设计 这款车的尾部设计了褶痕设计 搭配大尺寸尾灯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总的来说 这款车的外观比较犀利 但是侧身的长度有些美中不足 还是很不错的 再来看看内饰方面 这款车的内饰设计采用方正的硬派风格 内饰采用了真体包裹 质感比较不错 大屏幕液晶屏也为内饰添加了不少的科技感 最后看看动力方面 它搭载了2.0T涡轮发动机 搭配8AT变速箱 表现出245马力 它标配12气囊 安全性能非常不错 这款车的百公里加速时间为7秒 油耗为7.3升 动力和油耗比较均衡 强大的发动机让它开10年都不怕坏 但尽管如此 它的销量却一直低迷 奈何国人并不买单 可惜了